环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 純歐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葉思敏 兩岸大事國際政經軍事脈動 深度剖析打開視野 節目一開始歡迎我們嘉賓參與討論 首先歡迎淡大國際事務與戰略 研究所助理教授馬準衛老師 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軍情與航空網站主編施孝偉主編 主持人好大家好 還有美國共和黨前亞太區主席 方恩格Ross 大家好 好觀眾朋友我們持續來 關心的是這一起爭議案件 驚嚇海域的撞船兩死事件 最新來看到金門地檢署 有了最近的一次的調查方向了 好撞船的事件呢 現在似乎已經越來越明顯了 第一個我們來看到 中國快艇的左旋下方 有一處明顯的撞痕 而且肉眼就可以看到 它的一個凹陷處了 再來第二點 帶大家看到是艇上的鐵欄杆 都被撞到傾斜 而且是變形的 第三則是海巡的船艇的右銜 下方也找到一處 比較不明顯的撞擊點 船案現在已經是朝著 五年以下的過失致死罪來做偵辦 而在這一起偵訊的時候 我們來看到中國漁工已經咬定了 海巡艇因為是衝撞 才會導致翻覆的 我們先來請教馬老師怎麼看 海巡今後註定是躲不過這個 執法過當的一個說法了嗎 我想就是我們現在這麼早 就是說海巡就是執法過當 好像也對他們有點不公平 因為他們是第一線的 這個執法人員 因為現在檢方是往這個方向偵辦 但是並不是說 以這個過失致死起訴 所以我相信在這個偵察階段 我們有很多的市政 其實還沒有辦法判斷 我個人是比較沒有 就是比較覺得還需要 要一點時間去釐清 但是看起來這個碰撞的事實是存在 但是那個執法線 如果大家找到相關的圖 它的確是在禁止水域之中 也就是說執法的範圍 可能沒有過當 但是執法的手段 也許最後造成了人命的傷亡 它是一個大家遺憾的結果 但是目前我覺得還要看 更多的這個市政 我們才有辦法確定 這個是不是過當的一個情形 但海巡確實是有說 這個談判已經 他是說解決了 現在是說有在放風向嗎 我看就是今天最新的報導 因為雙方其實好像還沒有妥協 因為大陸方面最主要在乎的是 把這個船體 還有這個兩具遺體 能夠迎回中國大陸 但是對我們來講 因為還在司法追訴的過程裡面 所以這兩樣東西 對我們來講是證據 就是在法律程序上 他現在沒有辦法 把這兩樣東西就交回給中國大陸 所以我覺得基於這一點 大概雙方很難妥協 所以我比較沒有覺得 目前有一個就是已經妥協 或者是已經談妥的一個跡象 是 針對這一起事件 我們持續來看到的是 這個時盾的CP-1051 當時挺上 一共是有四個人在出勤的 特別請教主編 這當中其實大家有一些工作上的分配 一個人是負責駕駕駛 兩個人他是說靠船來登檢 最後還有一個人是負責瞭望警戒等等 好 撞船之後 大家就在猜到底是有沒有基金 就才會釀成這樣的悲劇 好 當然他把船撞翻了 其實我說真的 他這個船是不是我們的海巡 故意去撞 我覺得這個空間都很大 也就是說因為其實對方是個所謂的三無船 那三無船他碰到這個狀況的情況下 那我方的海巡要攔檢 那他當然自然要全力脫逃 因為被我方攔檢之後解送回去 其實包含就是在我方 在對方都有一定的這個責任 等於說對對岸也會說 你怎麼搞得去那邊抓魚 結果被人家抓起來了 你再加上一檢查你是三無 所以他碰到這種自己本身 叫行不正坐不穩的時候 他碰到我們的海巡要追檢他 所以他會做出非常大的這個閃躲動作 其實我倒不認為說 我們的海巡是故意去撞他的 因為其實或許他的這個小船 會比我們的快 但是你要注意到 他在這種蛇行運動的時候 他的這個朝前方的這個絕對速率 就會大幅降低 那這時候我們在操控的時候 就的確會造成我方操控 或是接觸上的一個相當程度的困難 那你說把他撞到以後 這上面這幾個人 他每個人其實又各司其職 而且其實像我們的海巡 他通常在進行這種海上攔檢的時候 他身上的裝備其實並不是那麼適合 去跳下去救的 所以就是說他如果說等到船翻了 第一他那個對岸的船被我們撞的時候 他船是整個翻覆的狀況 那如果說當我們不能夠確定 他人員落水的情形 而且甚至從我方的角度來講 他上面到底有幾個人我們怎麼知道 我們可能要把他攔停了 然後開始登船上去這個檢查之後 才知道他上面有哪些人 所以你說這個時候 當船被撞翻以後 他人員落水 那甚至於像比如說他那個船老大 是自己躲在那個翻覆艇的這個底下 然後才因此沒有滅艇 那其他有人撞到以後 如果說萬一他不按水 已經掉下去馬上就沉了 其實在以這個海上來說的話 那我們的海巡人員 他的裝備其實並不是一個適合 這個跳下海去救人這個情況 所以他也只能在船邊做一些 相對來說比較消極性的這個作為 比如說看看丟一些這個救生設備 丟一些什麼救生圈等等給他 或許我們這個船本身由於太小 搞不好上面這些東西也不見得 都能夠應有盡有 所以你說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沒有積極營救 我個人覺得是受限於這個舟艇本身 就是海巡這個舟艇本身 相關的這個設備可能沒有辦法做到 受限於整個環境還有設備等等的 我們其他來看到幾個說法 金門的地檢署最初是對這個船隻 是否發生碰撞 它一開始大家還記得嗎 他說是不能證實有也不能證實沒有 好 現在偵辦方向有了這個改變了 我們來看到這個是海委會主委 管碧琳他做出了三點指示 畫面上我們看到 好 包括他除了特別強化執法跟檢討之外 還有一點是他特別講到了 要針對假消息來做處理 因為這個船舶越界的取締執法事件 他認為說已經逐漸的開始失焦了 所以針對這些不實的訊息 他說要主動的澄清來以正視聽 好 請教Russ怎麼看 說撞傳是事實 商人是事實 但可能會有什麼假消息 Russ怎麼看 好像最近幾天有一個管主委 跟某一個前立委的對話截圖出來 然後後來我們發現這個是假消息 所以要提醒觀眾朋友不要傳假消息 但是我覺得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假消息 在短短幾天之內出現 那是因為很多人覺得政府 不管是哪個單位 不管是海巡署或海洋委員會 他們沒有在第一時間掌控事情 所以就會讓很多有新人士 就講是機會 就傳出假消息 所以我還是要呼籲台灣政府 不管是哪一個單位 你要做調查 速度要快 也要透明 要講得很清楚 當一個傳口 講清楚就好了 不要從政府有不同單位 有不同的聲音解讀等等 這樣對大家也是 包含對政府非常不好 我們也看到在這個事件發生之後 海委會這邊也有很多的 放很多的話 Russ怎麼看 可能會影響後續的整辦方向嗎 說實在我覺得海委會已經證明 他們真的沒有危機處理 危機處理的能力真的是不夠好 這是他們自己要檢討 不是第一時間就責怪別人 責怪監察官或責怪媒體 或這關傳出假消息 他們真的要反省 為什麼他們在第一時間到現在 他們真的這個危機處理的能力 真的不夠好 針對這起事件 我們其實已經舉行了 至今一共有八場的閉門會 好 緊接著大家來關心到 是26號台灣的海巡代表 也已經全數的抵達返回台灣了 我們持續來關注一位 是國民黨的副主席夏立言 在26號率團附中 他說不會排斥要來見 畫面上你看到 不會排斥見中國的中方官員 陸委會也表示 非常的樂見夏立言 他關心這個案子 建議他應該要特別向中方來強調 本案已經進入我方的司法程序 應該遵守台灣的司法體制 就是近代檢方完成調查 並且說自然他們會公布 這些客觀公正的事實真相 好 請馬老師來看 Jayson陸委會他不擔心 這個夏立言過去被統戰嗎 我想這個統戰這個帽子 其實扣得滿大的 但是我個人認為 像夏立言這樣子的地位 或他威望 或是他被媒體關注的程度 其實坦白說 他要跟中國大陸有什麼 私相授受 或者是被統戰等等 我覺得困難度都滿高的 但是我比較傾向相信 就是說國民黨現在 作為一個第一大的在野黨后 他會賦予這個 在兩岸溝通之間一定的任務 目前執政黨 當然跟大陸這邊 比較沒有辦法有溝通的管道 我相信台商有需要 或是台胞在服務上面有需要 所以可能國民黨 會扮演這樣子的角色 在這一次金門這個衝突 我覺得是其實滿嚴重的 他其實滿傷害到 中國大陸對台灣人的情感 或者是兩岸在主權上爭議 可能又滿敏感 在這個時候夏立言去 我覺得還是他有他 這個和緩兩岸關係的一個作用 就這麼不論他這次去的目的 是不是要解決這個問題 我相信主要也不是 他大概跟這邊的台商 本來就有約好在 這個農曆春節過後有些行程 剛好這一次碰到這樣的事情 我認為他過去通個氣 實際上對於這一件事情 本身的緩和應該是有注意的 老師有特別提到國民黨 今天搭一個橋樑 現在怎麼看這個陸委會 跟國民黨之間的互信關係 這個當然比較困難一點 就是說因為我們的法律裡面 並沒有約束 就是台灣的政黨跟中國大陸交流 是不是需要跟政府報告等等 所以也就是說對國民黨來講 他去大陸的內容跟行程 要不要講 可能完全就操控在國民黨的手上 所以我覺得基於這樣子一個 法律的結構 就是國民黨要跟陸委 現在執政黨是民進黨 之間的官署之間要有互信 我覺得是有點難 但是因為這一件事情 在金門的衝突裡面 我覺得姿勢體大 所以我相信國民黨 也許也願意提供陸委會 一些相關的資訊 就是說大陸方面怎麼想 或者是他們希望怎麼處理 能不能找到一個 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方案 我覺得也許他可以扮演 一點點的角色 有可能朝鮮滅的方向發展 一定是他們的船 被我們海巡船撞的時候 就碰腳剛好撞到船老大的位置 以一個這麼熟悉水性的人 翻覆了以後 他事實上可能在落水之前 就已經失能了 就已經失能 所以才沒有游泳能力 那個資歷比他潛的船員都游得上來 為什麼船老大反而死了 而且覆蓋在船底下 就證實一件事情 他可能是被撞死的 我方陸委會或者是我們的國安會認為就是說 我們執法正當的 你這個船本來就要扣押的 這個邏輯坦白講 就叫他們兩位 我是聽不下去 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 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葉思銘 兩岸大事國際政經軍事脈動 深度剖析打開視野 節目一開始歡迎劉嘉賓參與討論 首先歡迎政大國關中心研究員 顏政生老師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前立委 蔡振元委員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還有亞太防務雜誌 總編輯 政紀文總編 思銘好 大家好 好 今天節目我們要帶大家關心的 是大陸的快艇翻覆 造成的兩死於公案的 接下來的善後談判 本來海巡署想見大陸的家屬 談判氣氛稍稍的和緩了 不過現在我們來看到 沒有想到25日再談判 死者家屬代表要求 比照先前遣返兩名身還漁民 要領回被扣的船隻 另外除了被扣的船隻之外 還要領回的是死者的遺體 要和漁船來一起送回大陸 但是海巡署方面是無法接受的 現在因此雙方談判 宣布是破裂了 最新進度再來看到 是金門的大陸代表 在回報陸方之後 於是就看到了不久之後 大陸的海警隨即在官網 宣布了漁業執法 一共是出動了 共識三艘的艦艇 明顯對台灣要來展開施壓 我們帶您特別來看到的是 其中一艘是編號 這一個 2022艦 是原本中共海軍的飛彈護衛艦 好 它這個護衛艦的規模非常的大 排水量是2000噸 一般來說請教的委員 這個排水量一般大概是落在1000噸左右 就已經是大的了 這達到了2000噸左右 移交給大陸的海警之後 仍然是保留了四門的雙聯裝 37毫米艦砲 除此之外呢 還有的就是它的火力非常的強大 另外還有直升機起降甲板 是可以起降直久艦載直升機的 該艦最早出現在釣魚台的巡航中 曾經引發日本媒體的高度關注跟震驚 好 大陸海警同時也發布了幾張照片 其中來看到特別一張是這個2022艦 剛才我們幫您介紹過了 另外一張則是大陸的海警 緊盯著前方來自台灣的這個小艇 似乎要藉此來凸顯兩岸艦艇的 一個大小的一個對比 好 除了我們關心的大陸海警 在金門海域的巡查之外 福建的漁政部門也出動了 兩艘的執法船來護漁 因此來看到陸委會的部分 是隨即發布了一個新聞稿 是說了陸船案 現在正式進入了司法的程序 呼籲各界要靜待調查結果 好 整起事件我們來看到 這起事件引發兩岸 一連串緊張也有不少聲音 現在埋怨陸委會 包括他們認為 一開始金門跟靜江的紅十字會 紅會是對紅會已經開始著手協商了 尤其類似的案件 紅十字會和金門的縣府 處理起來是很有經驗的 但是這一次我們把層級給拉高了 是由陸委會主導 現在形成了是官方對民間的談判局勢 在面子上不可施的大前提下 陸委會姿態是不能放低的 因此難以和家屬來共同達成共識 另一方面來看到是金門的立委 陳玉珍他怎麼說 陳玉珍他認為說 政府多年前採購的密錄區 原來的數量是足夠的 但是在蔡政府推動抗中保台 禁用大陸製的產品之後 我方沒有這麼多的密錄器了 而大陸一年都有上千騷的漁船越界 平均每天都會發生超過五次以上 現在說馬上補足 他認為根本就是亡羊補牢 好 今天我們想要特別來請教委員 現在這個談判我們可以看到 都已經觸礁了 現在大陸的海警馬上派出了 這個大型的艦艇 加強對台灣的施壓嗎 剛剛您也特別看到 這個軍艦的規模是非常大的 已經是 對不起 這個規模是 好比是軍艦的一個規模 是非常大的 您如何看 大陸上有很多類似的船隻 包括所謂海警船 海監船 還有餘政船 這是不同單位所管轄的 然後他們的餘政船 是漁業主管單位 海監船是港口港務局 類似我們台灣港務局的單位 然後這個海警船 就是大陸的所謂的 國防部屬於國防部的 所以大概存成三類的一個狀況 那每一個類的 它法律意義上當然是不同 那今天它這一艘船 基本上是海警船 不是海軍船 因為海軍在那邊 並沒有什麼特別的一個活動 在那邊 只是大陸上有個習慣 都把海軍退下的船 交給這個海警 交給海監 或甚至交給這個餘政船 所以看起來規模就會比較大 他們很節儉 所以很節儉 不在乎這個油料的浪費 而且可以走了比較遠一點 所以變成讓我們覺得說 好像它派見到 今天海域有一種施壓 我倒不是這樣看 因為它基本上 它巡航的地點 還是在我們所謂的 禁限制水域以外 那這兩方面很複雜的地方是說 我們自認為禁限制水域以內 是我們的執法範圍 可是因為海域很小 跨過去就是他們的禁限制水域 那我們經常講說 大陸漁民越界越界 比如說陳綠珍委員講說 平均每天都五次以上的 越界的事件 那我們前天吧 那個另外一個立法委員 許曉星他也說 那個平均大概每一個月都會有 十幾次以上的三無船隻 越界到我們這邊來 那我們就探討什麼叫越界 第一個我們金門的漁民 有沒有每一天越界到大陸那邊去 有啦 不只五次好不好 換句話說在民間 大家對這個越界的概念 並沒有持那麼嚴格的東西 所以越界對於公務船隻的 一個限制會比較嚴格 對老百姓是來來往往 所以你看第二天我們就觀光船 越界跑到他們那邊去 然後被登船檢查 那我們就說這不算越界 就行之多年 我們都自己很難自圓其說 那重點是在這個案件本身沒有處理 所以我們就會放大解讀其他的 什麼海警船 海捐船 漁政船 那他執法的方式跟我們執法方式一樣 那可是不可否認 他們對於台灣金門的漁民在大陸沿海的捕魚 基本上是視而不見 隨時歡迎你來 你去我也是翻送 他沒有任何限制 那相對在我們的所謂金門 澎湖 我們盡限之隨意 我們就管得非常的嚴格 那他們就覺得這好像兩岸不對等 老百姓民間的船隻 漁船有需要這麼嚴格嗎 這是當然是一個疑問 那我們就把它看得很嚴格 不行 這個越界妨礙我國防 我的執法權 我們無限上綱到主權的層次 可是在你知道嗎 兩岸老百姓我看得到你 你看到我 我的圍牆跟你的圍牆就是隔得很近 那要不要這麼嚴格來看待這個問題 現在民進黨是要把它上綱到一個 很高很高的一個層級來看問題 所以才會出現的談判破裂 照道理 你把遺體送回去 有什麼了不得的 你把這個已經被撞了 凹了很多嚴重的一個大陸的 作業船送回去 有什麼了不得的 沒什麼了不得的 比如說我們警察在追人 警察撞到某人的車子 那你車子可以扣押下來不管人家嗎 沒有這種事情 那現在討論的一個重點 其實不是在金錢上的問題 是我方 陸委會 或者是我們的國安會 認為就是說我們執法正當的 你這個船本來就要扣押的 這個邏輯坦白講 要救救他們兩位 我是聽不下去 那第二個他們把檢察官推出來 說檢察官沒有解剖 那檢察官說解剖要這個什麼 要家屬同意 那家屬說我不同意 因為明明他們有帶醫師來看 遺體上面有一個很明顯的 一個傷害點 那這個傷害點他們的判斷 其實我想這嘗試就是一定是他們的船 被我們海巡船撞的時候 就碰腳剛好撞到船老大的位置 然後所以船老大以一個這麼熟悉水性的人 那翻覆了以後 他事實上可能在落水之前就已經失能了 就已經失能了 所以才沒有游泳能力 那個資歷比他潛的船員都游得上來 為什麼船老大反而死了 而且覆蓋在船底下 就證實一件事情 他可能是被撞死的 撞死的時候身上有明顯的傷害 那現在就是家屬要求這個東西 然後要求這個 你罪你要道歉 你道歉我才有辦法接受你賠償 而你不道歉我接受你賠償 這算哪門子的事 所以就是將在這種細節上面 第一個 台灣不想道歉 第二個 台灣認為我執法合法 所以我有權力扣你的船隻 這種的談判就會僵住了 那僵住了以後 要是說死者家屬就回去 那他也不同意你解剖 照道理是要死者家屬同意解剖 檢察官才會解剖 這不是什麼重大刑案 只是在確定說他到底是溺水死亡 還是落水之前就已經失能 死亡了 都有可能 這個在刑事責論當然不同 不過重點差異也不大 僵在這裡 我們是把他覺得說我們的法權在 所以必須僵持這些 然後大陸講是說 你來我們家 我們有沒有這樣對待你 那我們去你的家 你有沒有這樣對待我 所以就變成是一個人權 跟人情的問題 那卡在這邊對台灣有沒有利 當然是不利 那國際關鍵誰會理我們 沒有人理我們 而且再加上說大陸現在船隻是什麼 表達一個態度 什麼態度 你不是說我嚴格執法 沒有嚴格執法才造成今天的結果 我這嚴格執法給你看 那以前他的意思就是 你執法的對象要對山谷川姿 他都不是我現在執法的對象受了遺免 而且針對金門的遺免 對金門有什麼好處 我就不懂 對台灣有什麼好處 我也不懂 不管民進黨當局他們很特殊的想法 我們就看這個連續繼續演下去 好 針對這個三艘艦品 委員特別幫我們強調他目前看不到有在施壓 不過我們特別來關注 這個規格確實是大的 畫面上看到的是編號2202艦 剛剛講到的是這個2000噸排水量 這個從編怎麼看 這個規格的部分 還有他是否來頭不小 其實我們看這個上面的圖說 我們就知道他本身原來是一個軍艦 我們知道軍艦它和海巡 海警 它製造 建造的規格是不一樣 軍艦它絕對是更重視它的抗損性 作戰生存性 那基本上說白就是這個耐打 耐撞 耐衝擊 可能會耗油一點 但整個規格是比較高的 我必須為大家再回顧一下 這艘這2202 其實它是原東海艦隊服役的護衛艦 它當時同行艦有三艘 這個是其中的一艘 那很有意思 這三艘這個護衛艦退役以後 都是同樣下放到海警 而且編號是2201 02 03 這次的02是其中之一 這幾艘船下放到海警以後 其實它在東海地區還有台海 多次執行任務 那特別是這一艘船 其實它本身的火力還挺強的 上面是配備四門37毫米這個機砲 相對於我們這個海巡的最大的船 比如3000噸 4000噸 通常它是只配備一門40公里的快炮 再加上一門20公里的機砲 後來變更這個規格就改為一個多管 這個正海火箭系統 還有一門20公里的機砲 原始我們即使最大的船跟它比 我們的火力都是遜於一籌 更加上它這個船算是退役的船 我們知道它是1992年開始服役 2015年退役 原始這個船就我們海軍的標準來講 服役23年不算一個非常舊的船 原始這個船在中國海警 未來還可以服役相當一段時間 當然就是2202 有的人會覺得很好奇 這次派來的船有的是五位數 有的是四位數 我為大家科普一下 所謂的四位數 它第一個數就是它執行的海區 比如說2可能就是在東海附近 那第二個2就是代表它排水量 比如說2的話就是2000噸級 那另外如果4000噸級可能就4 那另外大家最有名就2901 這個9000噸級的 那是它最大的海警團 事實上它排水量超過1萬噸 這是大概四位數字 如果說五位數字呢 其實前兩位是代表它執行 這個隸屬的一個省份 我們知道福建 廣東 海南 各有不同的所謂地方海警船 因此它都有特別的 前兩位是 然後第三位就是同樣代表它的排水量 那最後一位數字代表它的編號 這個大概是我們未來要識別 中國海警船 大概從這樣五位四位 大家就會有一個比較清楚的概念 好 關心完這個2202的整體規模 我們持續來關心這一場爭議 這個海巡 從一開始說這個是蛇行翻覆 後來改口說是碰撞翻覆 好 現在陸方要爭相 陸委會也說現在進入了 這個司法的調查程序當中 請教閻老師你怎麼看 這個結果是否可能如陸方所遠 我覺得第一個這個 你開頭講說是蛇行翻覆 就表示他在跑 你可能在追他 後來變成碰撞 碰撞通常是我們在汽車事故看碰撞 大部分都是就是說我這樣子碰到了 那如果說是兩部車一起要衝撞 所以這個應該就是你後面頂到他了 所以才叫碰撞 那如果你改成碰撞 你表示說你好像並不是真正在衝撞 衝他的 那我覺得這個解釋都 陸方都很難接受 因為你到現在為止你提不出所謂的 這個密相的錄影 這個沒有這個錄影的話 那大家都不曉得 就是隨你自己單方面來講你的看法 那如果今天你要說 我們這邊進入司法階段 那為什麼我們在這件事情上面 兩岸不能夠做下來 請雙方大家一起進入來調查 共同調查 我覺得只有共同調查 才能夠找出真相 才能夠解決一些大家的疑慮 或者說彼此的猜疑不信任 因為一定是要雙方一起 譬如說包括屍體也好 包括這個船隻也好 應該是雙方的專業人員都要在場 然後才能夠做 如果我們今天我們單方面說 我們在做調查 那我們是只是調查這個衝撞的話 那同樣對家屬來講 他們今天屍體其實 我覺得屍體 他們就說有最出名的驗屍官 講過一句話 他說屍體會說話的 他說你不要以為屍體死了 屍體走了以後 他說留下來的所有的部位 受傷的地方都在說話 告訴你他是怎麼死的 那所以假使今天 我們就是相信這個驗屍官 這種說法的話 那今天大陸當然想要看屍體 那我覺得這個是希望能夠看到 那怎麼先驗 而不是就是說直接 我們不願意叫出 或者說直接火花 他們當然都不願意嘛 所以這個是雙方一定要坐下來 討論出一個結果 但是我們現在的面臨就是 這上面也講了 就是你今天是陸委會出來 陸委會好像就是準備是一個 官對名 官對名或者我們這樣講好不好 大聯盟對這個小聯盟 甚至是還不是對3A 是對1A 因為如果你對3A的話 應該是福建縣的 福建省的一個台辦 如果還不是 你還是近江的台辦 那我覺得這個已經 我不曉得為什麼我們要這樣子 我們平常每次講要對等 結果我們自己好像人家派三軍出來 我們也是一軍出去 我覺得這是不對 對但是一軍出去就表示 你根本不想跟人家三軍談嘛 那一定會破裂 所以這個是比較現在面臨到 我覺得我們自己不願意授權的一個結果 如果今天這個授權 真的像上面剛剛講 如果你讓金門縣他們自己紅十四 他們自己去處理 搞不好老少已經處理完了 而不會有現在這個問題 你就現在讓這個歹氣脫捧 我覺得對台灣不是好事 是 在這個談判當中 特別這個沒有共識的繼續來補充 是包括了這個整個事發過程 還有賠償事宜是沒有共識的 好 針對這起事件 這個海群的副署長許靖之 他是說是審生樂觀的 那麼按照陸方的執法大動作來看 委員您覺得可以樂觀嗎 這種東西偷久了還是要解決了 沒有什麼樂觀或不樂觀的問題 那這個我也不認同會有什麼割地賠款 那個是海域有什麼地好割 而且那個海洋的東西 很流動 很複雜 因為金門跟廈門全州的漁民 在捕魚都是跑來跑去 為什麼 他們習慣上捕魚 不是我們看到的說 一條大漁船跑到海上 我撈了很多 不是的 他是在海上弄一個網 然後上面有浮標 然後到時候差不多 比如說今天下午放明天早上去收 或者是晚上放中午去收 看魚的種類跟季節 然後到的時候 再把那個網拖... 拖到靠近一個 某個比較淺的地方 再把這魚網收起來 然後再把魚撈起來 所以你看著那一條 被撞的那條船 事實上不是正統的漁船 他叫捲洋船 就是我要把網布下去 跟網收起來用的船 所以... 可是這種海流會漂來漂去 所以你看到那個 陳雲町講說 每天都會有5次以上的越界事件 那為什麼平常沒事 就是說我們比較有經驗的 這些海巡官員或者指揮官 都知道說 差不多了 他縮網時間到了 因為會漂過來 會漂過去 那你說我們金門的移民 我們去金門不吃很多 海產店有沒有 海產店的老闆通常 也會經用漁船 那漁船也是用洞的抓魚 它不是跑到很遠的地方 那個地方是內水 剛好就台灣海峽的水過去 所以很多魚會游進去 可是就大陸來講 它就是內水 它甚至也不是領海 也不是比林區 更不是什麼經濟海域 這種抓魚是很簡單又很方便 而且金門黃雨很有名 那也是這個 廈門跟泉桌經濟的魚種 那你這種已經每一天在發生了 只要沒有軍事行動 你為什麼要那麼嚴格 來看待這個問題 那像我們的陸委會 我們不要來 我們秋台在哪一根筋不對 就是我淨限制回憶 是我根據兩岸關係人民條例 根據什麼法律所畫的條例 他忘了一件事情 國際海洋法的確有規定 什麼叫禁止水已就領海 什麼叫限制水已就是比林區 可是兩邊海域不夠寬 你只能畫中線 可是他忘了一件事情 所有畫中線 要兩邊都協議好的中線 不是你自己畫的就是算數 從來沒有說我自己畫的算數 結果發生一個問題 像日本說 這是我的專屬經濟區 大陸說誰就去畫的 日本說我畫中線 中線是你講的就算數嗎 講對了 大陸講對了 所有的畫中線 兩邊都簽協議 那個才叫中線 但是金門的那兩條中線 對不起 我們從來沒有簽過協議 包括馬英九時代 23天的協議也沒有包括這項協議 所以大陸他一口否認說 中線不存在 他沒有講有或沒有 就是我沒有簽怎麼會存在 所以對我來講 不構成一個中線的法律要求 現在台灣有點想要用這個東西 建立一個習慣法 你們都同意了 你默認 以前是真的默認 大陸是默認 因為大陸根本不理你 反正你來來繼續你不管 然後現在你告訴我說 你要把這個變成法律化 他當然不同意 但是他也很克制 你注意到有沒有 隔了那個事情發生之後 他到現在為止 海警船都沒有跨到我們的 近限制水域 餘政船也沒有跨進來 只有一種船跨進來 叫海間船 海間船就港務局 在看你有沒有污染水域的 剛剛國際海洋法又很有趣 就是說任何國家的海間船 為了要去監督海洋上的污染 跟生態的破壞 他什麼地方都可以去 包括你的連海盜都可以去 他不能進入內水 可是也可以到任何地方 這是人類對於海洋保護的 一個基本要求 比如說我是台灣海間船 我發現說有一條油船落油了 我就從台灣的油端一直追追追追 搞不好追到上海港口去 我也可以進去 我不需要通知你 因為什麼 我是執行國際責任 不是我自己的利益 是這個油漂到哪裡去 我要一邊打電話說 這個原總統油跑到你那邊去了 鄭總統油跑到你那邊去了 我要不斷的跟國際放出這個訊息 這個在很多什麼鑽油平台污染 郵輪破壞污染 都是如此 他不會去管 已經到那種狀況 是不會去管什麼進限之所以 偏偏我們的陸委會的觀念 可能沒有念過國際海洋法 就是硬咬著要去把他說 這是我的領土放的 你不可以過來 你搞這個有什麼意義呢 我覺得時間拖下去對台灣是絕對不利 不至於割地賠款 因為海洋沒有辦法割 但賠款道歉 那我懲署相關人員 大概跑不掉 是 我剛剛有特別提到一個 很關鍵的就是我們這一次事件 發生的這個密錄器 我們知道這個立委陳玉珍 他有報料說這個密錄器的部分 海軍署其實多年前就買了 但是他是因為他是made in China 所以被蔡政府禁了 導致缺口 我請教總編怎麼看這件事情 有人說這個對海巡的執法人員不公平 其實這就是涉及這幾年 像我們這個公務機關 對於中國大陸做的這種有關通訊 或攝影功能的這個器材 嚴格管制 那眾所周知 像公務人員 像公家機關上班的所有人 其實不能用中國大陸做的手機 這個大家都知道 那包括監視器材 近期還有一些單位 這個被檢舉說監視器 這個用中國大陸有資安洩漏之名 這個似乎是從這個中美 這個經濟戰 科技戰以後 包括禁止華為中心 相關一直發展到下來 其實這已經是變成國內的常態 甚至之前還發生過 有立法委員說 這個連掃地機器人 他都會洩漏機密 那目前正在進行像美國 要把港口裡面起重機 全部都換掉 他說這個裡面會把資料 這個回傳給中國 因此對於這個密入器這個事情 其實也是在目前整個大背景下 所做的決策 但糟糕的就是 你不用中國大陸制 你應該盡快採購非大陸制 比如純台灣制 或者歐美 日本製造 他會補相 對 但是你因為種種的延宕 導致這樣的結果 我認為當然是主管機關 特別是海巡署他的直屬機關海洋委會 他必須要負這個責任 因為對於執法人員來講 這個密入器攝影器系統 是他基本自保 還有整個還原各企事件 他一個最大可信的一個重要資料 不只可以把整個事件 做有效的還原 也可以對於執法人員來講 甚至被執法的人員來講 有法律公平的保障 但顯然在這次案件裡面 我認為主管機關 因為他的各種問題 導致沒有這樣的一個 製保或重要的設備 在這個事件裡面 發生作用或派上用場 當然海洋委會 他要負主要的責任 謝謝 謝謝總編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 所有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葉思銘 兩岸大事國際震驚 軍事脈動深度剖析 打開視野 節目一開始先歡迎我們的嘉賓 來參與討論 首先歡迎國關中心研究員 顏正深老師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陳立委 蔡振元委員 主持人好 大家農民平安喜樂 好 還有亞太房務雜誌 總編輯 政紀文總編 大家好 好 觀眾朋友 今天節目一開始 我們要帶你持續的 關注的是兩岸的緊張衝突 現在仍然持續的升溫 好 金門現在再次的成為 這一次的兩岸衝突的一個最前線了嗎 今天我們都帶您一起來關心 還記得嗎 大陸的那一艘漁船 在14日的時候 在金門的海域越界了 遭到台灣方面的海巡署展開的執法 那麼該船因為蛇行的高速逃離聚檢 導致了兩船 導致了船隻翻覆 船上兩人是不幸地落海而且死亡 這件事情在發生後引發了陸方強烈譴責 還引發了現在在大陸內部 民眾的情緒都非常的激昂 我們帶您持續來關心的是 那國台辦氣氛之下 即大陸的國台辦 他先稱明說 下金海域不存在所謂的禁止 還有限制的一個選域之後 最新再帶大家來看到 是大陸的海警微信公眾的消息 來看到是大陸的海警局的發言人 這一位他是甘雨 他怎麼說的 甘雨說他會持續地來加強海上執法的力量 會在下金海域進行所謂常態化 注意到了接下來會進行一個所謂 常態化的一個巡查行動 進一步維護相關的海域的 這個漁船的作業 跟生命財產的安全等等 好 我們來持續地關心是 國台辦這一次聲稱 驚嚇海域不存在 剛剛特別提到了禁止限制的海域 再加上中國大陸的海警局 這一次態度相對地強硬一些 宣布了常態化執法影響是什麼 严老師怎麼看 我想跟過去 就是從這個佩洛西來訪問台灣的時候 大陸這個軍機或者軍艦繞台 這個情況是一樣 所謂常態化 就是他已經真的是把台灣 就是視為就是整個領空領土都 就是海峽中間也沒有了 然後他也希望就是讓全世界都知道 這個台灣海峽其實等於是他的內海一樣 那我想今天我們看到這種漁船的爭議 我們就想到譬如說美國好了 如果今天美國它各有很多州 它州之間其實沒有所謂的水域的界限 因為是美國 國與國有這個水域 州是沒有的 那同樣在大陸也是一樣 譬如說在這個山東跟遼寧之間 你說這塊水域是遼寧的 這塊是山東的 也沒有這問題 那剛好兩岸只是有一個台灣海峽 那我們過去好像默認大家有一個中線 但如果變成一個中國 那就這條中線就消失了 那這條中線消失了 那就不會有 他認為說如果沒有 就沒有什麼越界的問題 我自己做非洲研究 我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非洲在這個東非地方 有很多個湖泊 每個湖泊剛好都是國與國的界限 那最有意思的是在哪裡 最有意思的是在這個馬拉威湖 馬拉威湖 馬拉威人認為是 湖應該都是中線嘛 就好像我們過去什麼珍寶島以前 大家都在講中線 他不是 馬拉威說我的邊界到坦桑尼亞這一岸 那怎麼可能會被接受 所以就會有衝突 那同樣在這個維多利亞湖 那烏干達跟坦桑尼亞之間 也是有衝突 然後在這邊 在基甫湖 鋼果這邊也是一樣 很多的漁夫會被逮捕的 那漁人就是說 他說我們在這個湖泊上面 非洲比較落後 那可能沒有那麼好的偵查系統 他說我怎麼知道我已經跨過水域了 我怎麼知道我已經跨過中線 很難判斷 但是這個就代表就是說 如果今天是邊界 那會有一些這個 但大陸現在根本不承認 這是你的 好像是我們兩個有什麼中線的問題 如果沒有中線的問題 他就把這整個的過程 把它內部化 然後把它變成常態化 就是說我來執法 這是我的水域了 那我覺得我們經過了這幾年 就是我們跟對岸 我們又沒有辦法真正跟它去對抗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不斷地喪失一些 本來有的一些默契 包括海峽中線 包括我們這個就是說 我們的執法雙方的一個默契 那大陸現在全部都不接受了 如果在老師幫我們特別看到 現在大陸已經不承認 所謂的有所謂的中線 接下來請教委員 大家比較擔心的是說 接下來中國的海警船 大家是說 是否會比較平凡的越界 這個金門這一塊海域 談不上所謂的海峽中線 它跟海峽中線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那金門這一塊海域 因為過去大家都是屬於一種默契 它沒有任何沉穩的規定 沒有任何雙方面簽的任何協議 完全沒有 就簡單講就是一個默契 那這個默契也相安無視 但是因為國際環境的變化 第一個因素 已經很難相安無視了 第二個剛好這一次 我們海巡署的海警船 在所謂的追捕大陸遺傳 造成人命上的損傷 而且我們還扣了船 扣了人 那所以這個在整個大陸上的網民 可以說已經炸翻天的 國台辦的這個網站 已經被罵到了關閉留言 然後包括廈門海警局也被罵到了 就不敢吭聲啦 所以現在他們只好出來去做一個 想要說回應大陸民意的一個表現 不要以為大陸沒有民意 所以這幾個共產黨官員 現在都如作真傳 如作真傳 所以他們一定會派海警船出來 表達某一種他們要執法的意願 我們先講第一點 其實為什麼他們需要執法 不只是說官方的意見 反映了他們現在所面對的壓力 第二個更重要一點就是說 那你主張一個中國 一個中國可以有所謂 這條界線存在嗎 甚至連海峽中線都不是 對 沒有這個 這個是一個問題的 而且你這個出事的地點 根本就在全州的前陶礁的眼皮底下 他們那邊有幾管砲是對著軍門來的 這個事情可大可小了 那看得出來大陸的北京當局 是有點刻意要把它淡化 我們很明顯看它刻意要把它淡化 可是看起來是淡化不太標 現在大陸對這個問題 還有明利山還是在網路上已經暴衝了 所以看大陸怎麼去處理 那最後一個問題更經典的 台灣的漁船到大陸沿岸捕魚 有沒有業界問題 沒有耶 台灣的漁船可以到大陸任何的漁港 去靠港 任何一個海域去捕魚 為什麼 他們說我一個中國政策 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 台灣漁民就是中國人民的一部分 所以你到我任何地方來 我沒有業界的問題 那算叫做台灣的漁船在大陸上 應該這麼講 台灣的漁船在東海 黃海 南海 經常被大陸的海警船 甚至海軍所救援 所幫助 因為遇到颱風出問題裡面 他們就是所謂一個中國政策 然後就一句話就掛掉了 就是就像很多在海外 遇到困難的台灣人 跑去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大使館 領事館求助 他照常處理一樣的道理 就頂多就是把你當作香港跟澳門 比他們還好一點的待遇 大概這樣子而已 那你現在我們堅持說你是越界 所以我有執法權 他就是要挑戰你這個執法權 繼續請教總編請你怎麼看 這樣子的起事件 是否可能擦槍走火 其實就目前來看 我必須延續剛才蔡委員有講 其實大陸官方從事件爆發至今 他是盡量維持一個低調 他希望讓目前很敏感的兩岸關係 不要過於爆炸 那也因此我們可以看到 包括他的中央政府相關部會的發言 還有大陸官媒各媒體的發言 都是這事件發生 大概三天以後才陸陸陸續有一些報道 我想這是一個民意的壓力 但可以明顯看到 官方是不希望這個事情激化 但現在比較麻煩就是 大陸的網民其實經常在網路上 他發表對台一些比較激化的言論 而且大家不要忘了 他也可以看到我們台灣的相關 不管網紅電視新聞相關的報導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這幾天 國內有一些報導其實還是強調 我們是依法進行執法 這過程沒有問題 然後相關單位也是用這種口徑來講 因此對大陸的民眾來講 他就很難接受 尤其是人史為大 這件事情本身執法上 其實對於福建周邊的一些漁民來講 他本身就有不同的看法 就是因為看法不同 因此過去在這個海上捕魚的時候 常常會遭到我們這個海巡單位 一些攔截 驅逐 甚至扣押 扣船 扣人 其實很多 我記得有一些這個數據 扣押的漁船數量非常多 原始在這個部分 事實上大陸民眾對這個 應該他民間本身就有怨言 原始我認為在這股壓力下 大陸海警船它出海 那執勤特別是滿足民情 需要這種強勢執法 我認為會有 但爆發和我們海巡單位的海上衝突 我認為這個機率還是比較小的 畢竟就是就法論法 那我認為這個部分 我自己認為這個衝突 這個風險比較低 但是它以實力為原則出發 在這一點來講 我們外島的海巡單位 事實上跟大陸相比實力相距很大 最怕就是就像海峽中線 就像中國大陸過去處理釣魚台 或者處理中非海上這種紛爭 我隨著事件打折水棍上 我強勢跨過一步 我按照我自己的需求強勢執法 我認為這可能是未來比較可能發展方向 謝謝總編 針對這一起事件 我們繼續來看到幾個重要的發言 我們先來看到是國鎮基金會的副研究員 接種他認為說 中共未來可能會將 驚嚇水域給釣魚台化 然後派遣所謂的海警船 定期進入我境限制水域來宣稱執法 那我方的部分為了要避免衝突 恐怕也只能使用的是 所謂的日本應對模式 才用的是喊話跟奸 來維持所謂的主權象徵 那麼針對此 丹江大學的戰略所教授林穎佑 助理教授他也表示 中共面臨內部民眾的壓力 可能會有一些強硬的發言行動 需要做給中方的自己的民眾看 但是對我方而言 他認為可以趁著這個時候 危機是轉機有 他認為說反而是可以利用這個機會 以海巡署的執法單位 來和中共來有更多的窗口做互動 那請問委員怎麼看 中國海警船4000噸以上 那麼最大還有到1.2萬噸 現在大家是說 循著所謂釣魚台模式侵擾 我方海巡應該要怎麼來應應呢 台灣的海警船在那地方 是無法做任何的應付 大陸上他其實在政策選擇上 他有幾個有潛到深的步驟 潛的就是說他宣布說 他現在開始執法 他有沒有說 這個你台灣海警船不能執法 還沒有說 所以第二步的話 就是會禁止你台灣的海警船 在相關金門海域執法 第三個的話 就用武力驅逐 大概分成三個階段 剛才當然紀文雄在講說 不至於發生武力衝突 但是我們要考慮到說 如果他用武力驅逐台灣的海警船的時候 你台灣有什麼應對措施 我坦白跟大家講 沒有任何應對措施 你只能接受 你只能接受 所以我現在跟我講的這個道理就是說 大陸上老百姓講說 你台灣的遺船在我哪裡走都可以 這事實 那你台灣有什麼資格過 講說我的漁民不能在他補儀 你還講說我的船舶是三無 什麼沒有執照沒有號碼 我的漁民補儀要什麼執照 你台灣的海調船出去 你自己管那麼嚴格 我們大陸基本上他的遺船 除了遠洋遺船以外他不太管的 他覺得老百姓生計嘛 他不太管這種東西了 所以那你說我依法是 他會承認你台灣的法律嗎 不會 不會 所以我認為他會用武力驅逐 台灣的海警船 只是現在他不這麼做而已 就像他有沒有用武力去驅逐 日本的海警船 有啊 他不講啊 他就今天兩個 剛剛紀文兄講 默默的 你今天來了我就 你幾噸 你三千噸 我來個五千噸 你來個五千噸 我來個一萬噸 就不斷的不斷的 讓你慢慢去接受 日本人很頭痛 有時候還故意到 什麼十二海里裡面跟你晃一下 他就進去這樣直腳就出來 日本就那個什麼直升機 就批一奔命 說去不客氣一點 他海警船進去油錢 沒有多少 你問個紀文兄都知道 你起這樣一個直升機 一個飛機的成本就很高 而且他人多 他海警船是 大概是一個月輪一次 你的海軍天天都頭一臂來輪 他不能搞死啊 就像我們前段時間 我們只要說大陸跨越海峽中線 我們的軍機就立刻起飛 有沒有 搞到最後我們精疲力盡 結果他不是 他排隊要到海峽中線訓練的 還排三個月才排得到 他就是張克里玩這個遊戲 所以對於金門這個事情 我們也不要在那邊打總聯 充胖子什麼陸委會 什麼海巡俗 我跟你講 我公開講 這兩個大陸都廢物當然 他什麼事都做不了 是 他做不了 他基本上這個問題就要等著 你這個賴清德未來怎麼處理 他根本不懶得去理會 你蔡英文怎麼處理 是 所以為什麼他沒有 像我剛才講說 第一個 我宣布說我執法 第二個 我宣布你不准執法 第三個 你來執法 武裝驅逐 他就要看你賴清德怎麼表現 留個籌碼在後面 他武裝驅逐你拿嗎 這個海域紀文兄很清楚 很簡單嘛 根本你毫無招架的空間 因為你那邊沒有海軍 我們台灣這邊沒有海軍 你海域什麼幹嘛 不要忘記喔 他旁邊就是海軍啊 是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 總編我繼續來看到說 中國來推進海海的內海化 下一步是否會可能借端登船執法 台海這個海域 這幾年我們可以看到 受到國際化的這個發展 這個挑戰 這個趨勢非常的明顯 那包括美國海軍 大概每幾個月就通過一次 那過去兩人發現 不只美國海軍 或者美國的海洋巡防隊 那包括加拿大 包括澳大利亞 不時會有船或飛機配合 來南北通過台灣海峽 也因此如果說他非要貫徹 所謂的台海內海化 甚至強勢執法 通過的船都要登船檢查 我認為這會把事情鬧的 可能大陸方面都很難收拾 也因此我認為 就目前的狀況來講 他仍然會在口頭上 在一些動作上 不斷的塑造一個台海內海化的氛圍 比如說像美艦 或一些外軍的船艦通過 他會說我的相關的機艦 都隨時監控 而且全程有效監控 外軍的疫情移動 不能讓他越雷遲一步 但其他呢 我認為他過去來到現在 除了有時候他認為 外軍的行動過於讓他難堪 包括他採取一個危險 飛行干擾的方式 或者用搶船頭的方式 干擾這些外軍的機艦 但截至目前為止 沒有更激化的一個行動 雙方都是保持在一個 可控風險的範圍內 各疏己見 包括美國 稅行 航行自由 那大陸方面強調 整個台灣海峽 他都控制 在這樣的一個框架下 各行其事 也因此我認為 這個台海內的海化 雖然是他未來強到 一個走的趨勢 但實務上來講 他還是在可控風險內 讓國際各方勢力 在這個問題上 盡量降低他的風險 是 說到這個台海的問題 我繼續請教閻老師 這個兩岸之間 從這個M503事件 一直到近期所謂的 這個附路的旅團 兩岸累積了許多的敵意 缺乏對話之下 接下來你比較擔心的是什麼 我覺得就是 這個當然是一個危機 但也是一個轉機 就是你到底要不要 坐下來談 我記得在90年代 我們剛開始成立 海基海協的時候 對岸成立海協會的時候 就是因為雙方 有很多的接觸互動 會有出現一些爭議 會有一些問題 當初最早年你看 包括你這個兩岸的婚姻 就是到底你跟 就是對岸的人結婚 他有沒有已經結過婚了 就是要有一個這個 這個文件的這個審查 這個公證 那這一些就表示說 雙方無論是在貿易也好 或者經濟活動 甚至是這些捕魚這些 你經常會有一些爭議 會有一些需要處理的問題 所以才會有海基海協成立 那我覺得當年我自己 有任的人在海基會工作 談判桌上面 談得很重要的事情 結果後來一到 那個陳追扁執政之後 變成是雙方不對話 不對話我說 那你現在在做什麼 他說我們現在就 就是說中南部 去探訪一架陸配 看看他們生活怎麼樣 本來是做談判桌的 你知道嗎 後來就變成做這個 那後來馬英九執政以後 他們又去做談判桌 做得很開心 蔡英文一執政他們說 那我退休了 不想再去做這種軟性的 當然也不是說軟性的不好 就表示說 談判人員 你訓練了那麼久 累積了那麼多經驗 結果我們現在 就像蔡委員講 根本就沒有談 根本根本可以關掉了 就是說沒有事情 那是不是趁這個機會 我覺得就恢復一些來談判 看看能不能有個機會 但是問題是 如果就像對岸講的 我們現在就是不接受 那個九二共識 那就沒得談嘛 沒得談以後 這些問題會越來越多 不坐下來談 你想想看 假使今天我們發生這個 這個逮捕漁民的事件 然後造成死亡 結果如果馬上就有 雙方有對話 馬上就可以說明一下 或者有錄音什麼可以接觸 那就不會有那麼緊張嘛 就是因為大家各自表述 最後的結果就會有這樣 所以我認為是應該要有對話了 是 謝謝 謝謝老師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